我们两个昨天不就做的这个节目吗 胡锦涛也给嫁出去了 又怎么样 现在全家70多口被软禁 又怎么样 就是我告诉你 这句话就是杨德忠 他怎么个背景说的 这是杨海言给我的书上写的 可不是我今天 浩海东在这里面说说 编什么昨天 什么因为有节目 我说什么 今日做上冰明日借下仇 是我说的 不是 是吧 是杨德忠写的书 他儿子出版的书上写 老爸今天 要去人民大会堂开会 老爸回来说 说哎呀以后啊 叫他们年轻人 不要再叫我上去开会了 去我也年龄大了 而且那个台上那个年轻人 讲的啥 我也听 我也不知道他说的啥 上面年轻人是谁 就说的胡锦涛 胡锦涛 因为他这个 杨海言给我这本书 是09年左右的事 那么这之前 对吧 就是他说他爹 之前杨德忠去开会的时候 已经从中央警卫局会议了 不是中央警卫局长了 当时是游启贵 可能已经后期了 包括很可能是曹青 不知道 但是他就说还让我去开会 吹牛逼 你不叫他爸开会行吗 对吧 他不去行吗 他不去 完了 但是他就说 以后也别叫我干了 什么 这个年轻人讲的 我也不知道他讲了啥 就讲的胡锦涛 而且说了 就有啊 你别看这些人 都是有人 就是这样 今日坐上兵 明日就可能是接下球 文耀 你想一想 杨德忠为什么会说出来这么一句话 就是今日坐上兵 明日接下球 为什么 是他 他30岁左右 是吧 从海南的六十六 十还是六十 就回到 就到了中南海 他是被 周恩来 清点 组建了八三四一的 他这个这个被 点到这里面了 培训完弄完 他是政委 张耀词是团长 中央警卫团的第一任团长 张耀词 政委 杨德忠 从建国以后 49年以后 可能到50年吧 5253年 我忘了 就是他到的中南海 就一直是周恩来的市委长 完了 中央警卫团的政委 一路跟下来 一直到97年 人家受上将 是吧 退役干什么 最后 中南海所有的跌宕起伏 风云变幻 所有的这些 他看得透透的 中央警卫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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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警卫团的